哈利利亚,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至十七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敬意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阿们 成为我们主的神 今天主 我们每个人因着来主来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之名 来相继到这里 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名 成为了主的子女 能承受主的国 我们今天都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了主的面前 愿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充实的 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虚假的 愿每个人的信心都能得着丰盛的果实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去见证我们的神是纯活的、全能的神 愿主来引导我们一直走向真理的道路 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信仰 去实践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利亚 现在呢 已经是不是在这世上的人 而是在乐园一直在那里 在乐园呢 等着我们的彼得传导师 我今天呢 来想给大家传证一下彼得传导师的一些见证 彼得传导师呢 他是加拿大人 他在19岁的时候呢 去了天主教教会 19岁的时候呢 他从加拿大的天主教教会呢 来派遣到了日本的天主教教会 做宣教士 他在日本的天主教教会的时候呢 他就明白了天主教教会的一些 在那里是一些不正确的那些教义 所以呢 他就 之后呢 就马上就 转到了基督教教会 后来他又遇到了日本的 他的妻子 日本人的妻子呢 他们结婚生子 他们一直在 基督教教会做事奉的 在我们呢 当时呢 是每周五呢 也一直是在 上野教会呢 上野公园呢 一直是做聚会的 上野 大家都知道上野公园呢 有个动员 那么彼得传道士呢 当时呢 他和他的妻子呢 去上野动员去玩的时候呢 突然就听到 唱诗的声音 然后呢 他就 按照那个声音呢 来 找呢 就找到了 我们的 就看了我们教会 当时呢 我们的 那样传道士呢 他当时是 边弹吉他 边在那里 唱诗 赞美的 那么 当时虽然不是 一个很好的吉他 但是呢 他一直是弹 边弹吉他 边在那里 赞美的 唱诗的 这个彼得传道士呢 他就 听了这个 唱诗之后呢 就来到 就找到了我们 后来他就 又把教会呢 又转移到了 我们的教会 这位呢 他是 当时呢 他也已经是 他已经是 相信主 已经是 当时也是 已经是信主 信了五十多年的人 他呢 可以说是 像我父母的 这样的一个 长辈的人 后来他到我们教会 他来到我们教会 没长 多长时间呢 他就去了这个 他就在东京 三英的一个地方呢 在那里 建了一个 NPO的一个团体 在那里建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建筑物 叫做和平之家 和平之家呢 在那里呢 让那些宣教士呢 还有很多的 就是说无家可归的人 在那里去居住 然后呢 在那里呢 又一起读经 一进到那个团体呢 从美国的 从这个 日本的政府呢 可以拿一些 补助金的 当时的彼得传道士呢 他就是这么计划 当时的和平之家的 但是呢 我和我的妻子呢 当时说 一直打告 神就没有给我们感动 我和我的妻子说 就对彼得传道士说呢 你不应该怎么去做的 我们已经打告过 这是不正确的 我们在劝他的时候呢 这位彼得传道士呢 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说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 这个韩国人呢 的思维方式 太坚固了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 我们 你根本就不能理解 我们的思维方式 他说 他呢就是 发怒的 对我们发怒 然后呢 说 我们作为东洋人 根本就不能理解 他们的这些 西方人的 这个 思维方式的 他一直认为是 他的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然后呢 他就建了 他就在那里 先租了一个 两 二层楼的一个小楼房 在那里呢 又 改造之后呢 在那里又改造 又装修呢 造了三十几个的小屋子 过了三个月之后呢 有一天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 牧师我想见你 我就想 啊 是什么事呢 他说 咱们俩见面再说吧 他呢 就边笑 当时是笑着 是给我打电话的 我们当时是在 外申天的时候 我们俩呢 就在那里的一个 小餐厅里呢 就是 见面 我们一见面之后呢 他说 牧师我跟你告白 一件事情吧 我说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说 现在刚过了三个月 但是呢 我要放弃这件事情了 我就不再 投资这个和平之家了 因为三个月之间呢 他已经赔了七百万日元 是七百万日元 是七百万日元 三个月之内 已经是 嗯 损失了七百万日元 他说他已经是上了一堂 非常昂贵的一件课 一堂课 但是呢 他一直是那么主张的 我当时就不 没能再去那么阻挠他 他说 他说 他是说信主 信了五十多年 他认为 他的信仰生活 一直是正确的 并且他呢 一直是想 就是去做生意 并且他的头脑呢 是非常是灵活的 一直是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想用生意来 这个连接一下 他的各种方法 他的各种idea 就是他的各种 做生意的这些主意呢 也让他 当时呢 是 以前呢 也让他赚了很多钱 并且他 在这个教会里呢 也是一直 是非常的灵活 一直是做了 很多很多的生意的 他说 他一直是这么做 并且耶稣 那一直是与他同在 但是呢 他并没有说 他是问了耶稣 而是说 他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耶稣一直是与他同在的 他说 到现在为止 他才明白 一直是 他站在前面 让耶稣来跟随着他 并且 他首先 往前跑 然后呢 对耶稣说 耶稣你快点来跟着我吧 但是呢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才明白 他现在呢 已经是要摔倒了 他已经是 跌起来 跌了 跌下去呢 又起不来了 他说那些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因着他的想法 过了他的人生的 但是 但是他的这个信仰方面呢 是一直并没有按照神的指引去行动 他说 他也明白到 站在他的面前的并不是耶稣 而是他站在前面 让耶稣来跟着他 他认为耶稣是他的 就是说 合作方 他 并且他告白说 他一直是过着这样的 生活 信仰生活 一直是过了五十多年 他说一直是失败的 在当天呢 他就跟我告白了很多的事情 这位秉的传导师呢 他对我说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认你们是 我的儿子 但是呢 从现在开始 无论是什么事情 我都会跟你们来 首先打招呼的 并且跟你们商量 然后再做决定的 后来呢 我一直为这个 彼得传导师祷告呢 就是做中宝祷告呢 就是希望这位呢 能一直是悔改 他从前的 所有的那些罪 那么彼得传导师呢 他在临终之前呢 他一直是悔白了 他的所有的罪 他是 我一直也是为他 做中宝祷告呢 希望他能一直来 悔改他所有的罪 有一天呢 他说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 他的脚下呢 有很多的 很大的一个火海 他看到他的脚下呢 是 完全是火海 然后上面呢 他的头上呢 又有很多的云 他呢 就 突然跳上天呢 来抓了 抓住这个云 然后一起升天了 大家想一想 它是什么意思呢 他如果一直抓着云 如果不小心掉下去的话 他就会掉进火海的 你们想想 你们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他是抓着这个云的 那么这个云 是不是坚固的呢 是不是一直能引领他走向天国的呢 云呢 是忽然可以是 忽然是 善 所以呢 不可能是完全的 来安全的来引领他 到这个天国的 那么如果从云生掉下来 会怎么样呢 他的脚下完全是火海的 那这是说 他的 当时的 那个环境呢 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如果他从那个云生掉下去的话 就是 火海 那是神在警告他 但是呢 这位呢 还是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他说 他当时是边笑来边跟我 说这个做梦的事的 他说 我没想到我的命运会这样 他说 他一直是来相信神 依靠神 但是 他不认为那是神来警告他的 因为神一直是爱他 因为他说 他是信主信了五十多年的 并且他说 已经信主信了五十多年 并且一直是来读经 一直是来做这个传导的事情 那么在外表看来呢 他一直是拿着这个圣经 无论是到哪里 都是揣着这个圣经 可能是所有的人都看到呢 他是非常非常 有信仰 很好的人 从外表来看呢 可能是 别人都认为 他是一个 非常有虔诚的一位基督徒 所以呢 他也 非常的 确信呢 他是完全可以去天国的 亲爱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当中呢 你们要警醒 你们应该警醒的人 还是很多的 我们应该警醒了 我们快点要警醒起来 这位 传道士呢 他一直说 他说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我一直是 祷告的 但是后来呢 后来我知道 他虽然是有 祷告的那种心情 但是他不知道 应该祷告什么 他不知道 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他是希望 神一直能来跟着他 来帮助他 但是他并没有说是 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 所以呢 他是其实不知道 主的旨意是什么的 神并没能成为 他的这个神 并没能成为他的主 而是说 他一直认为是 神是来帮助 他的一个好人 好神 那么现在 在这的各位当中 也有人 是否是这么认为呢 你现在的 这个信仰生活 你到底是 什么样的信仰生活呢 你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还是希望 神能来帮着你 神一直来 跟随着你的 一个合作者呢 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明白 就算是有 百分之九十九的一个人 做 百分之九十九 你做 对了 但是 就在那最后一步 你如果走错的话 那是不行的 你可以说阿门吗 你虽然说 你是信主 信了好几十年 但是 在神眼里看来 在主的牧 仆人眼里看来呢 其实你并不是 按照主的道具做的 刚出生的婴儿 在出生两个月之内呢 他虽然是睁开眼睛的 但是呢 他其实是 看不见东西的 那么现在呢 或许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 有这样像婴儿一样的人呢 他虽然是睁着眼睛 但是他不知道 主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绝对不要骄傲 我们绝对不要自傲 今天自傲的人 骄傲的人 有很多自傲的人 骄傲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不知道 主的旨意是什么 是按照自己的意念 和自己的想法 去生活的 这样的人呢 在神面前是 一直是主张 自己的想法 但是放下 自己所有的想法 按照主的旨意 去行的人 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人 有很多的人呢 他知道 是不能明白 这些主的旨意的 他不知道 信仰生活的 最基本是什么的 我要 我要放低我自己 我要 把我自己 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按照 神的道具做的 无论是什么事情 我都不能按照 我的意念 和我的想法去做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要按照 主的道具 按照主的旨意 去行的 这就是我们的 出发点 和我们的最终点的 就是说 你不要有自信 你不要认为 你自己能做什么 那么时常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周围呢 那些有自信的人 就说 觉得自己什么事 都能做的人 他们呢 是不轻易来相信神的 他们认为 他们是 使用能力去做的 但其实呢 每一件事情 都是来依靠神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 有信仰的人的 你们要知道 用你们的想法 去生活的人呢 其实是一个罪 其实是自傲的罪 我们要去悔改的 就算是生活一天 就算是回一天 但是呢 我们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要按照 主的旨意去行的 如果是主的旨意 那么我们就 按照主的旨意去行 如果不是主的旨意的话 我们就马上要放弃的 那么什么是 最危险的的人呢 就说 其实他自认为 自己是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其实 他自认为 自己是聪明的人 但其实是 并不聪明的人 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 其实最聪明的人呢 他是明白 神的这个大能道 但是呢 真正聪明的人 他是知道 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呢 他是会 时常会依靠神的 但是自认为 是自己非常聪明的人 其实这样的人 是最聪明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的能力 是有限的 并且 嗯 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说 自认为自己 是非常不足的 自己哪里不聪明 所以呢 自己是有很多 不足的人 这样的人反而呢 是会更加的 来依靠神 因为他是知道 自己的 这个能力 所以呢 这样的人才会 会更加的 来依靠神 所以呢 这中间的 这个人是最危险的 你们看看 你周围的人 认为 你看看这旁边的人 你坐在你旁边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是自作聪明的人吗 反而 我认为是 完全不聪明的人 或者完全最聪明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 可以有活路的 但是呢 就是在中间的 那些人 自认为是聪明 但是其实 他并不是聪明的人 这样的人 是最危险的 你们可以明白我的 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你不能明白 我的话的话 希望你们一直祷告 直到能明白 做的旨意 每个人呢 都是 作为人呢 都是有自己的能 就是 他的能力呢 都是有限的 那我们的神呢 是全能的神 特斯一直是来 通知我们的 真正最聪明的人呢 可能是 他认为 听到这样的讲道呢 是 有点不高兴的 但是你如果打破 你的那种想法的话 你会来接受神的 彼得川大师呢 他刚开始来 见到我的时候呢 他说 他一直是 视我为儿子的 虽然我是穆斯 但是他说 他一直是 视我为儿子 并且他给我买 一顿这个 五百日元的 那些汉堡 来给我吃 他说 他就像是 带我是带儿子 一样的 因为他一直是说 他就像 他希望向自己的父 他就像 父亲一样 来保护我 并且来给我买好吃的 并且他自己认为 他的信仰呢 是五十多年 信主的这个经历 彼得川大师呢 他在去世之前 几年前开始呢 他就一直是 身体是 不好的 一直是身体是不健康 并且做了很长时间的 透析 后来呢 这位彼得川大师呢 在最后的几个月期间呢 因为他们家离我们教会很远呢 他就出席了他们家附近的一个这个教会 后来他 没有来我们教会两年前 两年之间呢 虽然他没有来到我们教会 但是呢 我还是一直去拜访他 在彼得川大师 去世两周期间呢 我就有一天去找他 去拜访他 并且呢 希望一直他能做这个 悔改的祷告 那我在两周 他在去世两周之前 他跟我 见面之后呢 我去拜访他之后呢 有一天呢 我就回来之后 那一天呢 我回来之后呢 我就做了一个梦 我在梦中神对我说 他的疾病已经完全得到治愈 他不需要再去医院了 那么 我们的教会呢 就像是一个 属灵的一个医院一样的 因为 如果 我们说不按 没有按照神的治愈去做的呢 那是罪 那么彼得川大师 他没能 悔改的那些罪呢 在教会呢 都已经是得到了治愈 神对我说 他不需要再来到医院了 他也会去天国的 所以呢 我在做了这个梦之后的第三天呢 彼得川大师呢 他就去世了 他在得了这个 患了一些疾病之后呢 他的身体是非常蓄弱的 是不能每周来我们教会 但是呢 他 在那两年期间呢 也一直是悔改 并且他在去世三周前呢 他也一直是 来悔改 并且神来给我们起 给我在梦中的起世 他的疾病已经是得到治愈 他不需要再去医院了 这正是因为他 来到了我们教会 并且我们 也一直为他做中宝祷告 让他来明白 最是什么的 那么直到他的 他离开这个世界呢 他一直是努力的 所以呢 在这我们每个人 也都是同样 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努力 要按照主的道去行的 亲爱的各位 天地 神呢 是创造了天地万物 又创造了人 那么所有的天地万物 所有的自然呢 并不是说 而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神是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 并且是统治 这个天地万物 直到人的 这个心里 人的所有的一切呢 神都是知道一切 并且是统治我们的 就连我们的头发 有几根 神都是知道的 我们的头发 比如说 头发如果变息了 这也是神是知道的 神呢 以前告诉我 你每天早晨去洗发 然后呢 在这个 又在头发 又去磨这个 又磨那个 那其实都是没用的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来统治的 都是我来管的 你就不用再做那些 没用的事了 所以呢 我后来就没有再磨什么护发素 我从韩国 有人给我那个 送了那个礼物 让我用那个洗发精 说那个洗发精 用那个洗发精 然后呢 磨那个护发素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 头皮的水分充足 然后呢 让这个头发呢 是变得更好的 我用了三年 但是神对我说 那些所有的一切 都是没有用的 后来我就没有再用 我从前没能知道的 那些所有的事情 神都一一的 在生活当中也来告诉我 圣经上呢 这些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形成的 都是实现的 后来几年前呢 神告诉我 我是有糖尿病的 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 我是有糖尿病 但是我身体当中的 所有的一切 神是首先知道 并且神来告诉我 我当天早上 我那天早上呢 我就来 祷告让那些 所有的那些 疾病的 饿的乌鬼退出去 后来我就没有感觉到 什么任何有糖尿病的 任何症状了 神是来创造我们 并且统治我们 并且来养育我们的 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台风 有什么样的患难 就算是台风 来了 但是呢 我们的聚会呢 一次次都没有 解散过的 东京和横滨呢 是世界上 发生地震的最危险的 一个地方 但是我认为 这是最安全的 因为我呢 也一直是向神祷告的 因为在座的各位呢 也一直是向神祷告 地震的 这个危险性呢 其实是在别的地方 现在已经发生 很多的地震 因为他们没有 对地震有 这个保护措施 所以呢 反而是他们 是更加危险的 我一直在担当 神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的神不会让我因为发生地震而死亡的 这些并不是自然现象 我们头就算是一根头发掉去都是得有神的允许的 我们就算是有几根头发都是神都是知道的 这只能你只能说这都是自然现象呢 因为我们的每一根头发生都是来保护着我们的 无论是去哪里 无论是在哪里走 我们都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那些情感和这些情绪呢 都会时常就是马上会有变化的 因为因着我们的身体的变化呢 那些情绪什么感情什么的都会马上变化的 但是呢 我们的神呢 是永不改变的 这个世上呢 是随时会改变的 什么感情呢 什么情绪 还有这世上的随时都是会随时的改变的 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那样的 并且这一切呢 都不是自然现象 而是都是在神的允许下 和神的统治下 形成的 如果我们能按照神的这一句做的话 就算是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情绪呢 神都会来引导我们保护我们的 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呢 都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圣灵来引导我 以前我看谁都觉得讨厌 都想打他一顿的这些人 反而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人是非常的可爱 毕竟我觉得他是非常可怜 我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 但是因为神是这么来带我的 这并不是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的神是查看所有的一切的 神都是来查看我们 并且保护我们 并且来引导我们的 所以呢 那在圣经上一直是来告诉我们 这是所有的一切 我们每个人呢 都应该是按照神的这一句去行 为什么呢 因为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我的这一句去行的话 那是 按照我的意念去做的所有的事情 那是我自己把耶稣 定死在来 十字架是同样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严重性吗 你不要认为 我要按照我的想法和我的决定去做 我不想麻烦神 但其实这是罪的 因为你的这些行动呢 神离开了我们 神呢现在是因为我们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现在你们要警醒起来 你们要醒过来了 你们想一想 如果地震发生的话 你们还会在那里沉睡吗 现在呢 就像是我们鼠灵的地震是同样的 现在已经是该醒来的时候了 你们不要成天在那里 迷迷糊糊的 不会有一个人说 就算是发生地震 但是他还是在那里打盹的 我不想起来 我不要去避难 如果拿一千日元给你 诱惑你 让你来教会的话 可能很多人会 可能是会在凌晨开始就可以来排队吧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 一要让他来教会祷告 他就拿出各种各样借口呢 你们为什么要拿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呢 你们的信仰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在富士山上面吗 还是被埋在富士山下面呢 你觉得在富士山上面 你觉得去求你的这个信仰 信息是非常费劲的吗 那是因为你的人生当中 在你自己 你的内心当中 主并没有 神并没有成为你的主 神并没有成为你的王 所以你一直是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的 你现在应该是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得到治愈 但是呢 你的行动 你的所有的生活呢 其实是一直是没有在耶稣里面的 你虽然说你是相信主的 但是一直发生很多的问题 一直是去争吵 一直是嫉妒 与那些不信主的人 一直是去纷争 在韩国呢 其实说 说基督教呢 是完全是 是 狗教 那是说 这世上的人 信主的 不信主的人 他完全是这个 把这个基督教的人呢 是认为是 就像是疯的人一样的 那是因为信主的人 反而是 做的事情是更加残忍 更加恶力 所以呢 韩国语的基督教呢 是叫 基督教 但是他们确实是 K狗教 那K是狗的意思 我觉得这件事 真是非常伤心的 并且是非常严重的 你不要 不要因为你是 说是基督徒 或者是 还是什么 你无论是到哪里 你的生活当中 你应该是 与别人是不同的 你要表现出 更加的圣洁 要是听别人说 啊 你真是好人 你真是一个 圣洁的人 你本来是 应该听别人 这么来讲 你 但是为什么 你 为什么现在 不信主的人 反而说 信主的基督徒的人 反而是狗教呢 那么信主的人 为什么反而 在不信主的人 面前是反而来 玷污主的名呢 他们为了钱 为了情 为了这些 自己的私欲呢 来玷污了 所有的耶稣基督之名呢 到了这样的地步 你还要拿出 什么样的理由呢 亲爱的各位 如果你们现在死的话 你们可以去天国吗 你们有自信 可以去天国吗 刚才笑的人 可能是 还有点可能性的人 因为你 那是说明 你是 还是有点 希望的人 但是 在那里不笑 也不自身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应该 好好地去 深思一下 我们下来说 我们的信仰 是 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 和意念 所有的事情 都要是来 按照神的道去行 神的旨意去行 为了去天国 我们一定要按照 神的旨意去行的 来向着天国去行的 你们不要把这些希望 放在这个世界了 你按照你的想法 一直去生活 一直是失败的 为什么你现在 还要去 这么做呢 因为你一直 按照你的想法 去行 所以呢 你一直是失败的 你不要在那里 自作聪明了 你不要再动 那个不必要的脑筋了 你就想 你已经是没有头脑了 你就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来一头一组 如果是主的旨意的话 你就 你们把你的头 给埋葬了吧 你们把所有的想法 都来依靠主吧 如果是主的旨意 不会动那些 所有的小脑筋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 而是说 所有的事情 都是来依靠神 都是按照主的旨意去行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一切 都按照主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呢 主会来为我们担当一切 主会对我们负责任的 以前呢 我们教会呢 有一位女士呢 她在结婚 有一位女士呢 以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人 她呢 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呢 一直是 得了妇科病 一直是遭了 最遭了三十多年 她就到各种医院去治病 后来她又来到我们教会 我为她做祷告 我说你相信 我为你祷告 你的疾病会得到治愈吗 她说她是相信的 我在为她做祷告之后呢 她突然在那里昏倒了 后来她起来之后呢 她就 回了家 回家之后呢 她就去了这个 在家里呢 她突然想去卫生间 她去卫生间呢 突然就觉得 她的 她从她的身体呢 就排出了很多那些 非常脏的东西 她就觉得 她的身体里的 所有的妇科病 所有的肮脏的东西呢 都是从那里排出来了 并且 她的身体呢 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以前因为她的身体呢 从前是非常 一直是臃肿的 但是从那之后呢 她的身体呢 也是变得了非常健康 后来呢 她就一直是用心的来我们教会 但是没过几个月 她那个热情就消失了 后来呢 她就成天出去吃喝玩乐 她就完全连教会都不去了 主呢 在我创建教会之后呢 让我看到了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主对我说 按照神的嘴去行的 真正能 为了 得到拯救 去努力的人 如果暂时是 治愈了她 这样的人 就算是治愈了她 他们暂时可能是会流泪 说感恩 说是信神 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之后 她的热情就完全消失 她的信仰完全是消失的 那么这样的人呢 她会马上会被判神的 那么就算是 就像是 她的疾病 现在没有得到治愈 但是一直是 在耶稣的旁边 一直来依靠神的人 这样的人 才会是真正可以去听国的 神对我说 这样的人呢 你看看啊 这样的人 她的疾病是得到了治愈 但是她却离开了神 但是如果就算 他们就算是没有得到治愈 但是她还是 一直是依靠神 直到去听国的 所以呢 我在 那些露宿者的 就是说那些 无家可归的人的聚会当中呢 那些没有家的人呢 刚开始我一直是帮助他们 给他们申报 这个国家的这个补助 但是给他们 但是给他们申请补助之后呢 没过几个月 这些人 就马上 变了个脸 说 哎呀你是谁啊 我才不认识你呢 所以呢 神让我明白 不要来让我去帮他们 去申请国家补助 到底什么是 才是真正来帮助他们的呢 就算是他们现在没有钱 就算是他们没有家 但是他们来到公园 来听神的话语 能听神的道 这才是真正来为他们着想的 我相信在这的各位 不会有 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人的 没有一个人说 在这的各位当中 不会有这样的人的 或许在这的各位当中说 神呢 我是想这么这么做 我是想那么做 你来跟着我 你来跟我合作吧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你是个非常危险的人 这样的人不知道什么 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的 谁呢 你就算是现在困难 你就算是现在 就算是有不知之症 但是其实神是来治愈你的疾病 其实连疫苗都不需要的 但是为什么没能来治愈你的疾病呢 那是因为就算是在痛苦当中 在疾病当中 神一直是不会来 遗弃你 不会来放弃你 就算是在疾病当中 我一直是还要来抓住神 一直来跟随着神 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来献给神 你直到去天国 但是呢 一疾病意得到治愈 就马上来离开神 神牧师 神牧师 如果我给你治愈疾病的这个能力的话 你如果来显现出那些能力的话 那么这是可能会 让很多很多的人会来赞美神 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你因为你的这些能力 你会远离神 并且你 因着你的那些行动呢 会让很多的人远离神的 那么神对我说 神是这么对我说的 然后呢 神就说 你首先要去爱那些灵魂的 当时我 刚开始创建教会的时候呢 我的祷告是 希望神能来给我属灵的能力 但是呢 神对我说 你首先要去爱那些灵魂 我当时就非常失望 对我来说 我现在是求神的圣灵的能力 我希望能来治愈疾病 我希望能得到属灵的能力的 但是神对我说 那些所有的一切都不需要 来让我充满爱的 如果我们充满爱的话 我们的形象就会得到改变 我们的生活就会得到改变 真实的去爱对方的这些灵魂的人呢 那么这样的人才会是长久的 你现在就算是治愈疾病 给他们显现圣灵的能力 但这些都是暂时的 就像是毒蛇的子女是同样的 亲爱的各位 其实每个人 如果他越平安呢 他会越远离神的 但是越他的生活当中 越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会越来越来抓住神 在神这里增长的 那么为了来让你 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子女呢 时常都会有那些患难的 东京EMC教会联合的 所有的圣徒们 神里有说一千个人当中的一个人 才是真正有水心的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呢 都能成为一个一千人当中的一个人 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成为真正按照主的主意去生活的人 真正去 可以去天国的人 你到那时候不要再拿出各种各样的借口 站在神的审判台面前的时候呢 谁都不可能拿出各种理由的 在神面前呢 每个人都会来告白 自己的罪的 我跟你们说 你一直按照你们 现在的那种想法去做的话 那就是没有希望了 现在你虽然有很多的人 虽然是有这个灯 但是没有油的 如果没有油的话 这灯是亮不了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把所有的一切 都首先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按照神的意念去行 要从罪恶当中走出来 这样的人呢 就算虽然是有灯 但是还是有油的 那么不管是耶稣 任何时候再来临 我们任何时候都会随时的去迎接耶稣的 光拿着这个灯的人呢 就是说 自称是自己是信主的人的 但是其实他们所做的 却是没有油的 没有油的话 不会点亮灯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来见到耶稣的 那么这样的人 所有的一切呢 神是不会来为你们担当一切的 那么没有油的人 他因为点不了灯 所以呢 他就不能见耶稣 你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虽然说是信主 虽然说是去教会 但是为什么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呢 那是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灯油 你们只有灯 没有油的话 那是不行的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得着主的迎接的 但是在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神都会来 你都要来依靠神 来按照神的这一切行 真正按照主的意念去行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是准备好灯和油的人 如果我们相信就让人把水的燃油归于神 不可能 我们不知道在过了三年五年之后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所说的话 在三年五年之后 一定会是马上会实现的 你不要到那时候再后悔 因为你到那时候开始做 已经是晚了 现在就是正好的时候 用这边来追 你们每个人都做好准备 阿们 现在是什么样的时期呢 要准备你们人生的最后的一个时期 再过了三年 再过了五年 再开始 那已经是晚了 到那时候 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现在 现在才是来表现出 我们想的最好的时候 现在 你们想 现在就是你们最后了 你们想 现在就是你们的最后的 在这个世上的时期了 所以呢 你们要每个人都要献出 你们最 最多的一切 最好的一切 然后呢 为我们的以后去天国而准备的 你不要说三年五年之后再准备 因为你从现在开始 你要准备好 你要形成那个习惯 才可以得救的 如果你现在还不明白今天的讲道的话 你就一直去祷告 直到你可以明白今天的讲道 如果你不祷告的话那是危险的 你的信仰是非常危险的 我如果是反复讲两次的这样的讲道的话 那是因为有 对你有那个 就是说别的这个意义才给你讲道 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一直反复讲的时候呢 那是因为 那是你们要快点明白 并且快点要去实践的 因为你再不行动 实践已经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 亲爱的各位你们要知道 现在如果听了两三次这样的讲道 你还不时间不去做的话 你已经是很危险了 像你们想想 下周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下个月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的话 你们现在还不去行动 还不去准备的话 那么到那时候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神的话语呢 是掌握着我们的生命的 你们不要认为这是我沈穆斯自己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话 你们是听不进这样的话语的 亲爱的各位 你们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真正的 好好好好的去想一下 反思一下 你们的信仰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去生活的 你们要好好地去倾听神的话语 要拿着这个神的话语呢 来与你们生活来相结合的 你们我们一起来讲 我们来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要与我们的信仰来结合一下 如果不是这么做的话呢 我们的拯救 得到拯救是会晚的 我们教会呢 到明年四月为止呢 就要离开现在的这个教会了 神我们就要去搬到神来引导我们的 这个 我从来没有自己去 说要去搬教会 并且我们教会呢 来当时来创建这个神学校的时候呢 当时呢 以前呢 我要去神学校的时候呢 我来 报这个哪个学校的资源的时候呢 我以为那个学校是对我有益的 但是呢 就都有说 你如果是去那个神学校的话 你当时就是一个三羊 那么那是说 那并不是按照神的旨意 而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的 我当时就放弃了 报那个学校的志愿 我当时也明白到了 如果是按照神的旨意的话 无论是什么 我都可以去放弃的 我绝对不会按照我的意念去生活的 后来呢 我就明白了 我就觉得那是惊人 我就惊人的 明白了神的惊人的这种能力 所有的一切呢 因为是来引导我 所以呢 我就没有进到这个魔鬼的支配当中 我一直在神的引导下 一直去做的 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 就是体验到了这样的事情 从那之后呢 无论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 我都是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无论是决定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是一一一的 是反反复复的去祷告的 不管是再好的东西 我都是 如果没有处的这个应允的话 我是放弃一切的 所以呢 大家呢 都是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历史的 并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和我的计划 和我的那些历史的 而是在神的这些所有的计划当中 我们教会 在明年4月呢 在明年4月呢会搬的 我不知道会去哪里 我把所有的一切都会来献给神 主呢 昨天来给我看到了一个 我今天来告诉大家 这个很大的一个磐石 那么那一个磐石 那个石头呢 因为是非常非常重的 所以呢 我自己是搬不了的 但是神让我说 是要来搬这个石头 但是呢 我自己因为搬不了 需要很多的人来搬 我当时神告诉我说 你们要把这个大的石头呢 给敲碎 敲碎了 然后再搬 但是我看呢 就像是有一个像那个 皮鞋的一样的东西 我去敲那个 磐石呢 但是是 敲不碎的 后来我又看了一个锯 我就拿那个锯呢 去这个锯这个石头 但是锯到一点的时候 我就看到 那个底下呢 已经都是锯好的 神都是为我准备好的 我今天早上做了这个梦 我当时就祷告 神你为什么来让我告诉 这个梦呢 那是因为神 让我告诉大家 那个大的石头呢 用我自己的能力 是完全是搬不了的 因为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磐石的 那就算是 那是说 就算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因着信心去行的话 那么那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是来为我们准备好的 那么大家想想 怎么那个一个大的大石头 只能拿一个小的锯来锯呢 虽然是不可能 但是因着信心去行的话 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些结果呢 神已经是为我们准备好的 但是所有的人 但是所有的人他都是怎么想呢 他不知道神的能力 他只是从外表去看 这么大的大石头 肯定是锯不了的 这么重的东西怎么去搬呢 用这个小锯石 肯定不能是去锯开这个石头的 所有的人都是看外表去判断的 但是没有来依靠神 但是如果按照信息 拿着信息去做的话 我们只要去实践的话 那些所有的这个底盘 已经是都是锯好的 神都是已经是为我们准备好的 但是你们现在连开始都没有开始 你们只是看外表就逃跑了 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的 阿们 我当时所做的是什么呢 那是说我一直是没有抛弃 我一直是拿那个小锯锯的 所以呢 后来看到那底下的 已经是都锯好了 我就在那里搬 搬的时候 我虽然是有点累 因为是石头 因为 因为那个石头 刚开始看那石头的时候呢 虽然是很大 很大很重的石头 但是呢 我后来我锯开之后呢 我又 背起了那个磐石 如果我们去行的话 神都是会为我们预备好一切的 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 那么最大的绊脚石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你没有把耶稣看着你们的主 在你们心里没有耶稣 那才是最大的绊脚石和最大的问题的 为什么你们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来依托给主呢 你们为什么自己去计算呢 我们的教会呢 现在要面向这个机甲去行道 我们会全力以赴去努力的 希望在这的各位呢 要全力以赴的 有 不管是 有没有人跟着 就算是没有人跟着 我也会一个人去 往前前行的 但是我是有自信的 如果按照 我是有自信 是按照主的主义去行的 别的事情 我没有什么自信 但是按照主的主义去行 按照主的主义去做的 这一点 我是完全有自信的 我是有信仰的 那么之后呢 那所有的一切呢 神都会来为我们预备好一切的 在半年之后 我们不会再在这里来做礼拜的 那么在半年之后呢 我们就会在别的更好的地方来献上礼拜的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现在需要我们的信仰的 其实我们教会当时来搬到这个新宿的时候呢 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想象 就会来引导我们这里的 后来搬过来之后呢 我就明白到 我这样的地方 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但是按照主的主义去行动 神会为我们负责所有的一切的 我们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 日本的宣教 这并不是用人 用人的能力是很难的 但是按照主的旨意 按照神的引导去行 日本的宣教 世界的宣教都是同样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我是非常期待明年的 从前有人说 是宣教室的坟墓的这些日本 在日本是不能宣教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完全是可以去行的 我是非常期待我们的明年的 在座的各位呢 也是同样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呢 都能因着信心去行 都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 如果你们这一点不努力的话 那是不行的 我们要努力的 我们的信仰呢 并不是说哪一天就突然出现了 而是我们每天要去训练 要去做 要去实践 才可以拥有这个信仰 那并不是说 哪一天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信仰 你们要每天每天 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去实践 去慢慢慢慢地 一个一个去实践 才会实践的 我们一起按住 之后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按照神的旨意去行